警方今天採取了行動 拘捕了一批涉嫌 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活躍分子 涉案的人士 是塗謀以一個 歹毒的計劃 去癱瘓特區政府 他們是塗謀 通過一個 所謂35家 以及攬炒10部曲的計劃 希望通過 他們自己協定的 所謂初選 取得了35 或者以上的立法會議席之後 不顧一切 只是一心 否決特區政府的 財政預算案 令特首下台 令特區政府停擺 令特區政府不能夠 要履行他的職能 攬炒10部曲裡面 說到會議大規模的街頭暴動 加上其他手段 令到香港陷入停頓 加上國際 政治和經濟的制裁 令到香港 癱瘓 達至真正攬炒 亦都準備共同跳崖 這是一個有組織和有計劃 令到香港陷入一個深淵 如果這個抵毒的計劃 得逞的話 香港社會 包括經濟 民生 整體上面 都會受到極嚴重的 衝擊和破壞 而香港 亦都可能要再經歷一個 萬劫不復的深淵 所產生 對香港的災難 是難以估計的 所以今日警方的行動 是必要的 和必須的 但我必須在此再次強調 特區政府 絕不容忍 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 這個罪行是嚴重的 我們必然會迎頭打擊 嚴厲執法